大家好,我是Den JYP 柏晋妞 今年在韩国将推出三组女团 首先是通过美国选秀节目A2K组成的Pita 已经在9月出道了 然后是JYP的日本女团Niju 10月30号将在韩国出道 然后最后一组 虽然不是JYP娱乐所属 但是是目前在韩网最受期待的超级新人女团 这女团是JYP与KBS电台联手制作的四人组合女团 而四位成员是 可能华语圈的观众们对这四位应该不太熟悉 但他们四位都曾经是韩国天后级的歌手 不不不不不 是天天后级的歌手 而且四位都是JYP的前辈歌手 最重要的是 这节目不是电台策划聘请的制作人 而是JYP先提出的项目 然后这节目非常有趣的点是在 通常JYP出演的选秀节目 它都是这种形象 你是零分 一点感动都没有 表现得非常不好 但是在前辈练习生面前 就算是JYP也要非常谨慎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最近的孩子们听会觉得姐姐们的声量太大 你不是叫我们大喊吗 是你上次要我们用我们的风格唱的 结果跪下来的JYP 对了 这组女团的舞蹈将会由莫妮卡制作 然后是在选秀节目 80%以上都是这种表情的两个人 在公开这四个人首次的舞台后 都这样了 我们也来听一下 新牛邦 TWICE FEEL SPECIAL 《那天有时尽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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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哇 鸡皮疙瘩 JYP疯了 怎么能想到这种奇幻 音乐节目出道的那一天 电视局局长也应该要下来行大礼吧 哇 JYP真的很厉害 真的是挑选了跟每一位适合的歌曲 练习生竟然跟JYP使用半画 实力真的很可怕 莫妮卡士老师真的太期待了 哇 真的好想听完整的音乐 太喜欢了 JYP应该无法在这里说 空气半什么的那种话了吧 Kuridengers是在KPS每周五 韩国时间晚上10点播放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11月份回归的爱豆们 11月1号 女团Weekly将以迷你第五张专辑 Colorize回归 女团PVG将在11月2号 以迷你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Mania回归 男团Gordon Child 将在11月2号以第三张单曲 Felme回归 11月3号 Pangtan Chongo 将以正规专辑Kurideng 超快速回归 男团Cero V1 将在11月6号 以第二张mini专辑回归 11月6号 Kat7 Njie 将以第一张个人正规专辑回归 男团OmegaX 将在11月7号 以新专辑回归 11月8号 女团Kiss of Life 将以第二张mini专辑回归 新人男团Weekly 将在11月8号正式出道 11月10号 女团Espa 将以第四张mini专辑Drama回归 男团StrayKidget 将在11月10号 以新专辑的主打歌Luck回归 11月13号 女团Red Rabbit 将以正规第三张专辑Tirkit 时隔6年回归 新人男团Emper Sandwood 将在11月15号正式出道 11月17号 男团NI Put 将以mini第五张专辑Orange Blue的回归 男团The Boys 将在11月20号 发表正规第二张专辑 接下来是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很有可能在11月回归的Idleman Baby Monster Fantasy Boys Crushy Taeyeon I can love you Even though I do Me I don't hesitate to i win im i i